大家好 我是王天光 终于到了总决赛了 朋友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谢谢 也非常感谢这个沈腾老师和罗老师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开场 真欢迎斗死我了 太好玩了 这是有总决赛的样子嘛 你看这观众都这么好 嘉宾阵容强大 就是我们这集的就是这个主题名字起得也非常好 叫这个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深刻的道理 朋友们 这是这个在操场上跑圈的基本知识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你容易跑丢 真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总跑圈 因为我从小我就生了啥嘛 我从小就胖 我饭量又大 我那个饭量可以说是就是一人吃饱 全家挨饿 然后我这 我上大学就实在想瘦下去 我就跑圈 一天跑十圈 年轻人新陈代谢就非常快 我一个月瘦了三十来斤 我减完肥之后真的整个人就龙光焕发 就平时一看这小伙儿啊 一米八七大高个儿 又高又帅又幽默 我就 哎哟 他就同学看了也高兴 老师看了我也喜欢 平时脾气再横的老师 那看着我这张脸他都横不起来 哥们当时那个长相那就是 老师的诗字去掉上面那一横 那就一个帅 就多少人曾惦记我年轻时的荣言 哎 那个时候看我一眼就把持不住的 不光只有力学琴 我就猜到我一提力学琴 你们就高兴 这啥整 你说你这 我先说说我长得帅的事啊 就因为我确实也没帅几天 后来很快我就胖回去了 因为我就胡吃海喝嘛 我就觉得减肥这么容易 就以后再剪呗 然后去年我就终于又想瘦下来 我就重新开始跑步 就没把我累死 我就咬着牙子也接上跑啊 不是跟你们处理 那真是整条街最慢的仔 就周围的人还看着说 这个仔怎么这么慢 它会不会是超仔啊 谁一个超仔 后来我就放弃跑步了嘛 我就心态崩了 就每当我心态崩溃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我的一个好大哥 就是老程啊 老程就是程鹿啊 我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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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我遇到过的心态最好的人 就我俩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的老程 还不是现在的老程 而是那个少年老程 老程就很少心态崩溃 工作压力再大就他都一笑一笑就能扛过去 所以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想学他 后来我发现就是也不能全学 你就别学到最后是吧 人格是挺完整的 家庭破碎了 这个段子我还给程鹿讲过 程鹿听完就特喜欢 跟我说 健谷 你在舞台上讲这个 我就弄死你 你看这就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老程变坏了 其实大家也能听出来 就是我讲程鹿的这个段落啊 就是为了说刚才那个谐音梗就硬加的 就整个这个段落就格格不入 你发现吗 就放不住 收不住啊 可是都总决赛了 就让我玩一把嘛 对不对 就是你不理解 你不理解我爱说谐音梗 我还不理解你们爱听丑CP呢 你不管怎么样 她都开心了 是 是 就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东西我理解不了 我对这个时代的感觉就跟我跑步一样 就是以前能跟得上节奏 现在不知道为啥忽然跟不上呢 我也试图跟上节奏 真的 你比如说比赛之前我就找到雪芹 我说帖子呀 我说你看这样 商量一下的 就咱们演出每篇搞的 是不是大概就是1200字对不对 1200字 要不总决赛下来就不写别的了 就你写500遍 王建国 我写500遍旅行 大伙就好像挺爱挺的 对不对 雪芹听完就很开心的 说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人算容易算错呀 三成500是一千二吗 今天总决赛 嘉宾阵容有点过于强大了 好几个喜剧大师 就能跟他们一起出现 真的是我的荣幸 就这段话我本来就想放在开篇就说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不能一上来就骗你们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是真的很荣幸 因为我知道艺术搞得好 又没把自己饿死 这是非常厉害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 那搞艺术就得穷 穷才厉害 我第一次租那房子 一个月就是600块钱 下雨漏雨 刮风漏风 我朋友来我家做客 待会儿他都傻了 就说你家连个空调都没有 为什么有风 我还自豪呢 我说这可不是一般的风 这是我的两袖清风 但是我现在我已经住不回600块钱的房子了 而且我的意图也没搞好 我这就属于跑着跑着 就忘了起点和终点 跑就只是因为不敢停 可是朋友们就直到我现在 我还认为就是在脱口秀这个行业 属于我的时代还没有过去 因为首先他就没有来 就一个东西 他想过去他就先来 对不对 你看我 我连个时代都没有 当着这么多前辈老师 我还是敢这么横 他们最多就是淘汰我 时代已经把我淘汰了 对不对 不差你们几个真的 就各位老师一会儿 你实在不行 你们就把我去掉 就是老师的时代去掉我这一横 你们就是帅 谢谢大家 谢谢王建国 喜欢王建国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3 2 1 请锁票 哎呀 掌声再次给我们 王建国不行啊 怎么了 回来了王建国 很清闹啊 大疯 尤其说自个帅那一段 诶呦 这么多年 皮肤附局保演 帅上这么厚啊 包张了 对 厉害厉害 真棒 谢谢哥 有一个玩王者荣耀的 也叫老帅 也特别厉害 帮我特性 是吧 对对对 也报僵了是吧 也是雪芹盘的吗 吵烟 这喜剧前辈没有包袱 就不说话 可以可以 哎呦 这恋爱中的男人 就是不一样 就我觉得这上来 这个两袖清风 就很不一样 而且真的一定要说谐音梗 这太过瘾了 我就这一季 我都没啥敢说 我就后来我就 不是我是今天 整个感觉就是颜值啊 就发型啊 身材就都不一样 发型你也好意思评判 而且表演感特别 表演感特别好 是是是 我从来没有见到 见过在台上 表演感那么强的 这么自如啊 对对对对 而且而且我觉得 它是一种 就是赛出风格的感觉 特别特别放松 真的棒 太棒了 谢谢你 你要多惯了 你 你要多惯 郭仔自己感觉 今天放松吗 感觉就是生命燃尽在此刻 就活着一天了 就你们没看 就连续三场眼都可差了 晚上 我就今天上台我就嘚瑟了 我就硬 我就再没点掌声 笑声啥 真活不下去 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这就吃不了了 这就吃不了了 你咋连个灯都没有 我没有 为啥你咋混的 我被剥夺了这个 这 我被剥夺了 一直被你们晾着呢 剥夺了 剥夺了 郭老师好像是在那个 一个巨大的鲜音梗的时候 拍的灯 我确实从来没有见过 见过这么亢奋 因为它风格一直都是很上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可能就像徐老师说的 应该是爱情的力量吧 这场特牛 谢谢 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呀 等您恢复好了 您只要一直生 对不对 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呀 你们 等他赚着钱再说 拔呀 不是 你们那个裙见了吗 你们那个裙 我其实前天才把这个裙见起来 我说走个行是吧 然后就把这个裙见了 然后这个建国是下午四点才回复我的 说刚睡醒 对 跟谁呀 不是 我我我我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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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跟你 我我我我我 我我我走吧 我跟你 跟自己背战的梦想 跟信念 卡 plots寫 因为写稿时太晚了 写到凌晨七点钟好吗 福了福了福了福 不对不对 so true so true 妈呀 好